第八週前進新竹封城要來展開最後一天的三場較量 首先在下午的第一場比賽在下午兩點鐘 我們要為大家送上的是由達星出戰豫榮 現在進入二連線狀 達星要持續為五成勝率來衝搶 當然在畫面當中我們帶大家來到的是新竹知名的南遼漁港 當然在整個今天天氣稍稍微涼的情況下 歡迎大家來出郊外走走 同時也可以到新竹市立體育館 一起來欣賞精采的第16屆SP有超級籃球連賽 在比賽開始我們透過圖卡來關心一下 今天交戰兩支球隊在目前戰績的排名 首先在玉龍娜自己的部分 目前十勝七敗 雖然昨天是輸球中斷了最近的最多波五連勝 但目前還是排在一段班 在十勝七敗的戰績排在第三 至於在達星的部分 在拿下了二連勝之後 現在今天希望來衝場三連勝之後 能夠戰上五成的勝率大關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掌比賽是由我楊博智以及球評陳之中 為大家帶來球賽的轉播服務 球評五安 博智五安 各位觀眾五安 好 當然在今天下午兩點鐘很開心 又來到球場 因為在今天又要來看看 歐傑沒有能不能嘗試幫助達星 拉出本季的第一波三連勝 當然今天對於達星來講很重要的 這個勝率一開始在開季的時候是跌落谷底 但現在慢慢慢慢慢慢上來 五成的大關對支球隊來講應該很重要 當然尤其在即將過年 大家都希望把整個球隊的戰績 推升到前半端的位置 所以對達星來講 現在的每一場比賽都格外的重要 好 當然在賽前我們來看一下達星的總教練范耿祥 對於歐傑沒有的漸入佳境 他真的是笑得喝不聾嘴 那這幾場很開心 就是歐傑的全面的勝手回歸到球場上 那也幫助球隊很多 那這是球員跟球隊球團這裡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至於道森會不會拉出來 我比較不擔心道森會拉出來 我比較擔心的是他們的本土球員的發揮 他們的外線 一向是他們的一個傳統 那只要他們的外線發揮 我們是非常的難受 對 因為其實在義傑跟季兒 其實他們兩個都算雙能位 就是一號跟二號 他們其實兩個都可以打 那在場上只要誰拿到球 那誰就是當控球 那誰另外一個在當得分後圍 那季兒他是有速度 那他的防守也是非常的不錯 那其實有他們兩個在場上 其實他們在掌控節奏 或者是一共一手的這個環節 我相信會處理得非常好 好現在對於達星來講 最近的這波二連勝最大的關鍵人物 我想除了OJ Mail之外 還是OJ Mail 那在對於OJ的嘗試登場 現在對達星整體來講 真的是換了另外一支球 脫胎換了 能定的尤其OJ Mail現在 他不只三分的投籃 他切入了破壞力 又找回當日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隊現在要守他 不是只有說放切不放投 兩邊都不能放的情況下 這壓力真的是非常大 好當然現在對於OJ Mail來講 伸手全面回歸 當然他現在就成為全聯盟 現在最難防守的球員之一 但另外他在今年的得分表現上面 本季連續四場得分超過20分 桑林有夠兩次 而且他還有一次是連續三場得分 來到30大關 而OJ Mail目前是連續四場 而且本季目前之機 他已經有七場得分 破了20分 兩場超過30分 所以不能想像 現在當他這個狀態 進入到了這個比賽期之後 他現在對於整個聯盟帶來的破壞力 已經是到了一個新的狀態 一個新高點 那至於現在對於 今天的育龍來說 那他們要傷腦筋的一部分 是他們的得分王 Sani Sakkini 他的這個下背級的傷勢 還沒有完全的好轉 今天還是要高掛免戰牌 但這個狀態對於育龍來說 就比較傷腦筋 因為前面五連勝 現在斬斷 所以今天必須要來怎麼樣做調整 才能夠面對 搭新的來勢熊熊 首先我們因為Sani的受傷 所以其實上一場 大家防守都扣得滿外面 所以我們就是像今天就是博程 就要在內線多一點牽制裡 讓他們的防守範圍縮小以後 讓外線的射手們有比較舒適的投籃的機會 像Ozemail最近的狀況很好 那我們就想辦法就是看 讓他的出手不是那麼順暢 可以讓他多耗一點體力 不管在進攻防守上面 可能在這個方面要讓他多動一點 不要讓他就是太輕鬆的 一直做他自己想要主的出手模式 尾翰的話 因為他一個人在我們控球室比較缺乏的狀況 他要吃很長的上場時間 但我們就想辦法讓他在防守 或者是進攻上面不要花那麼多的體力 去做一些比較困難的動作 就要封線啊或者是中鋒都要幫忙做一些進攻上的傳輸的工作 當然現在對於玉龍來說 SUNNY沒有辦法上場 那真的就缺少了陽光 跟今天新竹的天氣一樣 陰陰暗暗的 但是SUNNY對於玉龍的重要性 我們看到 在本季他這周是第二次因傷缺陣 之前是因為腳踝捏到 所以有SUNNY在跟沒有SUNNY在 對玉龍現在光看單場的得分就差很多了 差了將近15分 但是SUNNY其實平均場均的貢獻是在20分以上 所以現在這個狀態 玉龍要怎麼講 破解 甚至找到可以彌補桑尼缺陣的這個劣勢 剛剛換給翔教練也講得很清楚 玉龍的本土球員的外線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本土球員還是必須要跳出來 而且現在林瑋瀚的助攻能力非常強 所以只要接到林瑋瀚的球 大膽挑戰南瓜 不管是投射或切入破壞 Dalsen是一個功能性的球員 你千萬不要交給他單打 他可以去抓進攻難打 這樣的玉龍才能打得更加的全面 對當然現在對玉龍來說 必須來思考的是 今天要一打二 這Dalsen面對麥克蓮再加上OJMail 所以他的責任會更加的重大 至於北土的封建選手 能不能夠有效的持續來幫助在防守上面加壓 也是值得觀察的部分 好這場比賽即將開始了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今天兩隊在這場比賽的先發陣容 首先呢來看到在台北大新工程的部分 麥克蓮跟OJMail持續來帶領的是 2號的蘇伊捷25號的張家榮 以及12號的林依輝 至於在新北玉龍那次捷今天的先發陣容當中 DerryDalsen一個人要的超大量 1打2 搭配的是16號的林依輝 13號的呂正如 12號的胡凱翔 以及8號的周國成 給大家介紹本場直拔的三名裁判先生 分別是魏盛軒先生 葉俊鴻先生以及黃柏輝先生 確實我們看到達新的這兩名外援 OJ跟麥克蓮 從開季來到現在 這個身形越來越結實 而且整個狀況確實也真的是 慢慢慢慢步上正軌之後 也幫助達新是踏上了另外一個不同的階段 所以有時候一個球隊的轉變跟退變 真的就短短短短 你在SBO來講 可能一週兩週長一點一個月之內 就可以有不同的境界了 當然也因為達新的本土球員老將夠沉穩 年輕球員的衝勁夠 那也因為這兩名洋將的一個發揮 讓其他的本土球員都可以有穩定的發揮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勝率也是節節高升 當然面對達新現在OJ沒有 當然他切跟頭都不好走的情況下 還是要不斷地對他做加壓 因為你讓他很輕鬆在三分線頭來 他的命中率實在是太高 而且他的消耗體能是太少 所以對走他的人不是好事 第一波球拳在一龍手上 當然在昨天OJ三分手直 miss掉了一顆 在賽後也跟他訪問了 談了一下 他說他後來發現 這個XBO三分線的距離比NBA短了50公分 他也是現在才終於習慣了這樣的距離 這個是大家都一直很清楚的事情 但是一個球員在球場上打球 他到最後就是一個感覺而已 差那30公分50公分 對他們這種職業球員來講 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麥克林在籃下賣高 吃掉了道生 今天的道生 不是只有一個陽相的辛苦 他要面對的是大一號的麥克林 他更加的辛苦 呂震如拔起來出手 空心球 你說的就是玉龍的本土球 其實有足夠的得分能力 那不只呂震如 包括周伯承 包括胡凱翔 還有其他的盧冠良 等球員都可以大膽的去得分 好這些三分球也是呂震如 在XBO生涯的第800顆 目前還是獨舞拳聯盟 要恭喜南摩是完成了另外一個生涯里程碑 不過林一輝 我看來一下 要硬起了 直接被道生一掌給扒了下來 是 不過林一輝這一球 其實他看到道生他當然經驗了 我倒比了一下 不過他可以多學一下蔡文成的方式 直接用勾射 用勾的情況下 或許刀神會去協防的情況下 麥克林就有機會不斷 好 南摩的800顆三分蛋來得非常的快 當然在開賽之前 這個直銀教練黎奇異也有提到 在今天對於OJ沒有的防守 其實他們也 等著看影帶也看了很久 也跟隊員們來討論了一段時間 今天可能會用這個李正如 甚至郭昭乃兩個人輪班的來看管OJ 今天周伯承 其實就是要黎奇異教練講的 打的要比較強勢一點 而且他目前為止都利用刀神 拉到外線來把麥克林給吸引出去 用周伯承來打林一輝 最後是造成了林一輝的犯規 那現在麥克林他很清楚 每一隊對到他都是要把他往外拉 那至於你補不補出去 你就必須要看 因為你麥克林畢竟在籃下還是有優勢 對 對 所以這 跨了一下往外側 塞進去 麥克林 哇這時候被後面跟上的林偉翰差點給摸掉啊 對 林偉翰這個標準的去偷中鋒的球做得非常成功 因為中鋒在單打的時候 他球從離開手到地面 彈起來時間是比後衛還長啊 所以他一下球馬上就啟動 一定可以撥到這個球 剛剛南摩一次不掌理的拔起來 現在放OJ沒有回進一個 如果今天這兩個人互標三分啊 會是精采可惜 哇南摩也來了 哇 算了一圈有 開玩笑中華隊的射手 這個封號不是浪得虛名 那OJ跟他卯上 又來一個 OJ沒有 哇這兩個人一來一往 非常非常精采 現在換OJ也去手提陣路 而且兩個肢體上的衝突啊 會慢慢的越來越激烈啊 老真 噴出來 周伯晨能助理出手 力道大了 是給二波 OJ OJ O在南摩面前出手 但好像被點了一下 對 對 OJ還在持續來跟裁判確認一下 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點到我嗎 其實兩個都屬於三分能力很強 全都互相瞭解對方 只要對方稍微平頓一下 他的下一個觀念就是 你只要一退或手放起來就出手 這個OJ跟李正如 剛剛問了一下 你確定你沒有 你發誓你沒有 李正如說我有 那怎麼樣裁判就是不吹 當然是兩個人現在英雄洗英雄的對決 而且兩個人互看來在笑 這個也是球場上球員之間的一個 對談其實蠻好的一件事 有時候鬥智 有時候鬥互相的情緒 李正如說 反正我就是贏了怎麼樣 不然你蓋我火鍋啊 李正如 李正如 李正如出手 這次 彈了一下 哎呦 差一點點又彈得進去 李正如這次換他拔起來了 在左邊45度角 3分中 OK 你來一個 不讓兩名射手鑽美於錢 他這個時候也加入這個3分的戰局 兩邊在第一節線已經飄進5克3分蛋 李偉漢切傳出來 刀者中距離出手 空心球 今天刀者中距離投得很裸血 他很清楚麥克林是不會出來的 而且在經過林偉漢的切入之後 把麥克林吸下去的情況下 他接到球完全沒有人看守的情況下就出手了 出手 出手 前面對林偉漢 往裡面打 再頂一下 轉了第二拍 進去之後 這球放得力道大 攬麥克林 左手把這一球給塗了回去 今天刀者會很辛苦 現在全聯盟 現在全聯盟所有人守到麥克林就是協防跟不協防 不協防看著人家上來 一協防麥克林另外一邊就會視覺 對 當然在賽前 范格林同樣也有提到 也有提醒麥克林就是 因為這個有時候是本能 你會情不自禁的面對到 當你的防守拳站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 不小心眼角餘光瞄到的時候 還是會忍不住拋出來 所以還是要提醒他 盡量站在自己比較擅長的區域來處理就可以 這時候教練溝通其實非常重要 但是有時候球員就是情不自禁 會想要去認真做防守 但是 就是要透過不斷的溝通 告訴球員說 只要你的人投進就算我 但是你不在籃下 籃板沒有抓到是你的責任 或許這樣的方式讓他知道說 你要的是哪一個 外面投進是教練的決定 那不是你的責任 站上發球線的是朱伯承 第二罰也有 那除了今天看OJ沒有跟你這輪標3分以外 就是看現在SB有兩大後衛 林維翰跟蘇伊捷的對抗 這是後側的這一步 就彈了一下沒有 當然小事蘇伊捷跟林維翰的類型不一樣 這次 道真放得很輕巧 不過差點太大力彈出來 另外一邊看到朱伯承跟林維翰 兩個漏伯承也非常精彩 終於選這時候上來 要交給OJ 位置不太好 最後是吹了胡凱翔的犯規 對 本來設定是呂正如從頭到尾要黏著OJ 不過在封守過程中一定會有錯位 所以其他球員手到OJ 必須要 那個危機感要很十足 必須要完全貼上去 一個不注意他就拔起來3分之手 OJ交進去 奈克林 再分出來 林維翰的出手力道輕了 籃板道真抓回來 哇 要來找到底線的胡凱翔的時候 被林維翰給操走 現在前面4打2 交給宋宇軒 再交給蘇伊捷 最後由OJ沒有來finish 好 這一球 達星的一個分享球 讓刀神都真的不知道往哪邊去鋪 他其實變大字型就可以了 是 而且他轉來轉去就是找不到球 胡凱翔繞著倒身手 塞回去 中距離再次出手 這次力道大 籃板做不成撥回來 中距離再砍一顆 胡凱翔還是沒有 胡凱翔這樣的出手非常正確 要不斷地去攻擊籃框啊 再做修正就可以 是 OJ要往裡面轉了一下之後 在下三路的部分 林維翰最後下手 對 林維翰在下三路的確斷球都斷得非常左傑 不過有時候遇到這樣子老油條的OJ沒有 你要把他完全斷得乾淨也不太可 對 但是這時候場上出現了暫停 目前雙方的比數是7比14 台北達星是領先的新北育龍3分 請雙方朋友稍後帶休息片刻 稍後馬上來 三分的情況下 在前半段進攻非常有效率 目前比數是7比14 但是其實在進到中半段之後 看到在玉龍的部分 林維翰嘗試來跟道森做更多的搭配 希望能夠讓道森的中距離優勢可以發揮 對 的確今天道森我想在開賽前 因為玉龍教育團一定會跟他講 其實面對麥克典出來大膽去投 所以現在不只道森 各隊遇到麥克典都是這樣的打法 所以道森今天中距離面中率高跟低 也會相關到今天的一個勝 進攻的一個正常 哇 OJ 又把對方頂開了 所以現在手OJ3分也不是 放他切也不是 因為他的進攻手段真的是太多了 華林維翰放掉了宋宇珊這兩分也順利收下 蘇伊捷起來 右邊打板可惜沒有 李正如交給周博生 這個歐洲不踩上去最後放回了這兩分 其實李正如的狀況 這球他3分也可以急急跳投 不過他看到自己的隊友拖車進來 是交給周博生 然後 福凱翔現在前幾波的投籃命中率不高的情況下 李正如今天的進攻狀況還不錯 所以派出郭招南來守OJ 是 這個 賽賢有跟郭招南問了一下 如果今天要守到OJ怎麼辦 他說 踢爹死他 當然他的聽進了真的沒話講 他現在是育龍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的大主 特別在泰瑞離開之後 其實所有的這些苦功啊 甚至是 你所有想不到他在場上必須要付出的部分 他都要盡量想辦法扛下來 這種就是很典型的靠防守可以獲得上場空間的球員 所以不要是大家都是針對職場得分 那是不對的 其實球場上有很多種東西可以做 李正如 你的OJ繞過去之後 要來找 給出來 Dowson 再交進去 高招南 但這時候是先被吹了一個籃下三秒的進去為例 是 Dowson這球交得很聰明 不過這球 他其實可以直接投籃 因為他今天的中距離還不錯 蘇伊捷 突然就往裡面走 剛剛右邊沒有改用 左邊 兩分手想 對 這幾年其實蘇伊捷的切入小籃 左右兩邊 他的運動力都非常高 你有沒有看 到這 打量沒有跑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這球最後勉強出手不盡 對 放了一下再放進去 哇 今天在行商地帶蘇伊捷的保護度還不錯 對 也因為昨天OJ的強制演出小事在昨天其實獲得大量的休息機會 那今天第一節他真的是火力全開 郭博森 連隊林會撞得進來 這球一放的力道輕 籃板OJ抓下來 連隊國昭男 過來了 交給麥克林 這次右手放得進去 哇 OJ這個切傳 恰到好處 OJ這個切入了左手反勾的地板傳球 真的是傳得夠水準 好這時候場上是函出了暫停 目前比數25比18 所以時間稍微回來 而且林宜輝現在在跟裁判不斷的在抗野 因為他認為周博森在單打他的時候 都直接往他胸口不斷的去頂 不斷的去撞 但裁判並沒有催他進攻犯規 但因為今天周博森對林宜輝來講 他是有這個 稍稍身材上的優勢 還有肌肉量的優勢 沒有 只有高度的優勢 肌肉量不見得他贏得了林宜輝 好所以還是要來跟裁判來溝通一下 不過這時候 來聽聽看 范景翔總教練 在這波會來叮嚀選手哪些部分 首先直接交給OJ 然後用送的人來打 對 這裡或這裡都可以 讓他交換 讓他交換 OK OK 來吧 加油 在暫停的時間 其實范景翔教練講得也很清楚 球都還是要給OJ來主導 那OJ的主導情況下 不只自己能得分 而且在帶動很多隊友得分 那小次也減少了很多持球的時間 降低了很多體能消耗的一個機會 所以小次今天的命中 因為體能消耗沒那麼多 可以完全的把敵人用在進攻方面 我們看到在第一節 目前OJ沒有已經是十分 四個籃板 外加三次的鞠躬 所以他確實活肉人 目前整個大型 在第一節 在進攻端上面 他是鞠躬絕尾 就是有些人 出發了 來 來 你看 錄華津 都倒深跑再教出去 回來 進攻時間剩五秒 面對宋宇軒 再次自己的嘗試出手 這次力道大 籃板回到麥克林手上 在15比14之後 達星拉圖利波10比4的小高潮 目前取得了25比18的7分領先 郭肇嵐這一球的動作實在是有點出來 因為其實 當然OJ不斷強勢進攻 壓進去的情況下 防輸一節掩護 那郭肇嵐親急是要把他胸口推了一把 這個就是一個防守細膩度的問題 還是經驗值的一個展現 所以OJ沒有壓進去 我相信這一推不至於把OJ沒有撂倒在地上 這麼大力 但OJ沒有也算是老油條 演得夠精彩 我覺得演得另外一個更好的是 蘇一節配合得也不錯 被嚇到的樣子 是 所以OJ他很清楚 當他被黏得很緊的情況下 他變成去幫隊友掩護 是 但某種程度來講 郭肇嵐的防守是有效果的 所以其實今天不能用呂正如來配掉Mail 那是的確是有點傷 如果可以用其他盤子 其他盤子 或者是其他的盤子 來配掉OJ沒有 來降低呂正如一個技能消耗 這對郁榮來講才是比較好的一個策略 你在進攻端上面來講 郁榮還是比較需要呂正如 持續能夠在空間上面提供活力 哇 刀神往裡面硬起的時候 打進了兩名外援都飛了起來 不過這一球是經過一個兩人組合 刀神進去 不過你要看到慢動作 三線的OJ沒有真的過來的斷球 斷得非常的乾淨 當然被吹了一個犯規 可是他的補防觀念是很正確的 因為一般我們在執教過程中 其實三線的球員要回來 真的都會晃神 都停在原地看 OJ的犯規 把刀神送上的罰球線第一罰有 來到台灣之後的前面六場比賽 長均有12分 將近12個籃板 所以他其實在作為 保護桑尼的這個角色來講 其實是非常稱職的 前一場比賽還差點寫下寬體寬體 大家往前開屁正如 分出去 最後是交給胡凱翔來放進了籃框 對 李建築這一球的切勢軍 是在空中停腰的一個傳球 也因為胡凱翔有往後面溜了一下 不然他不動的話 這個路線都被李慧會給斷住了 提結了最後一分鐘 李慧拉了一個小關 沒有 再看第二波 現在籃板是先被刀神抓了回來 另外他很快又找到了胡凱翔 一拍沒有 但第二拍 賴到了OJ沒有的犯規 雖然這兩分沒有拿到 不過能夠買到OJ的犯規 非常非常的值得 而且OJ沒有目前三範 第一節就三範 那他必須要下來休息了 當然這個在前面的比賽裡面 OJ是比較少陷入到犯規麻煩 那沒有辦法 因為今天隊到了玉龍 他是風線型非常齊的一個球隊 所以這些風線型開始起來進攻的情況下 他不只自己防守有壓力 他也必須要去做協防 那協防當然也會造成犯規 所以OJ沒有今天的犯規多 他自己必須要去意識到 這個球隊就是這樣子的球隊 必須要多用麥克典來協防 而不是他來協防 兩發都進之後 比數24比27 當然這個時候OJ是先下去調節一下 那在第二節當然 這個勢必來講 麥克典要分擔的部分要比較多 不過對麥克典來講 昨天他休息了很長的一個時間 今天絕對沒有什麼問題 打星把阿貝斯元忠放上來 麥韋漢很快 倒聲來囉 快來轉分 麥韋漢的助攻 通常都是不落地 第一時間就可以把球給送出去 這時候已經追上來了 26比27歲 打星這時候必須喊出站頂 重新再來溝通一下 特別是當現在 場上的攻擊發動 OJ面臨犯規的麻煩之後 現在要怎麼來面對最後的33.3秒 來看一下 倒聲 雖然是34歲的老將 但是該飛的距離還是會有 當然 因為對照之下 今天對照是麥克典 所以感覺倒聲 就是用雕磚來形容 好 我們來聽一下在場邊 沾卡康總教練會怎麼來設計這一波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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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做這個位置 然後一樣出來 鐵大阿鬼 送這個裡面 對對對 OK 來 加油 最後的33.3秒 目前 玉龍是靠著一波8比0的攻勢 把剛剛的落後分數現在縮小到只剩下一分差 27比26 但33秒或許雙方正常來講還各有一波 對不過今天這個最後一波就是看兩隊的防守 因為第一節倒下兩隊進攻都夠水準 玉龍馬上祭出一個假包夾 然後刪了一個區域連防 假傳真來 但沒有 麥克典再起投手 這次順利放棄 現在玉龍高層下去休息的情況之下 籃下就是麥克典在試煉的時候 林偉翰 先用時間剩3秒 找出去 呂陣如 底線出手 空心球 這是一個追平比數的巴人的比特 在達文第一節雙方目前取得了29比29的領先 而且難摸在這一節三分火力全開 目前802顆 請觀眾朋友稍待片刻 稍後第二節比賽馬上好 要對總重量的球賽奪 比特首 透過 比特首 6屆SPO超級籃球聯賽 今天 1月6號 禮拜天的下午兩天終的第一場對決 看到玉龍跟達希敏 老牌競旅在第一劫就殺得難分難捨 而且經過掩護之後 本來周柏晨對會是林輝 就忽然間換成阿飛 整個身體的素質完全頂不住周柏晨 第一劫雙方是站成29平 第二劫現在一開始 周柏晨當然在今天必須來幫助道森更多的部分 飛機來的是張家榮 當然今天其實被達星的建議還是要多做加壓林偉翰的防守動作 因為林偉翰畢竟還是一個人主導的育龍拳的攻勢 那林偉翰的身材比較嬌小 比較好手 比較不會說容易被頂開 那不管是被過也好 或是怎麼樣 就是比較好林偉翰的一個體質 今天高層外星真的是很重要 對 其實剛剛講 嘗試多往裡面走一步 如果沒有好的空間 勉強出手還是投進 勉強出手 勉翰在第二劫 先把盧冠然也放不上來了 那個再一次 林偉翰超球 差一點成功 但是都把球超出的底線 對 賣克林今天還是嫩 他沒有得到上一次的教訓 而且他這次往底線轉 完全不看上面的後衛過來去撈球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單打動作 把林下再ceksome 慢慢回到道森手上 分出去 林偉翰再交出來 男模呂正如的wide open 右边45度角 控制球 今天的呂正如外线你给他这么大的空档 他绝对是会命中 因为大家认识呂正如他就是会人来封 只要让他封起来那场球赛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他现在三分线上六投四中已经砍进了12分 迈克林 交出来最喜欢张家荣在湖顶的部分 没有 篮板拨了一下最后出一截 反正要拨给迈克林 但是没接吻 林一辉撞进来再交给右边的 一截结果这一道放大力了 林一辉要交给周某城差点也忙中有错 林一辉助攻穿上瘾 是不过林一辉这球客气了 他的三分线控档真的是很大 所以就瞬间加速上去 李正如最后只能用犯规来结束了 李正如现在的状况这么好 再加上林伟汉很会分球 整个达青队的退防啊 必须要去严加看管这两个人 而不是说从后场直接退到 整个篮筐底下 必须要再从前场就开始沟通 对早去找这两个人把球给停下来 朱姊杰目前拿下9分获得两发的机会 第一发有 但两队在本季的前面的两次交手 玉龙都是获胜的那一方 所以目前达青在本季 还没从玉龙手中开张 但是当然在前面两次的对决里面 第一次在11月23的时候 当时这个OJ还没有办法出赛 因为膝盖很舒服发炎 第二次当然上迷在这场比赛是大大四方 三星跟九篮板 最后是帮助巨龙是90比78一球 这球余正如开后门直接反钩 让阿飞去碰了篮筐一下 嗯 来看一下 对 只要去打到篮筐 造成篮筐或篮板的抖动 这都是妨碍动 是 远克林转进来 用右手 彈了一下没有 但把刀神抓回来 这就危险 还好 先交出去给林伟瀚 最后由 刀神来 Finish 哇 林伟瀚真的是 场上跑动起来之后 他不影响他的传球视野 怎么分怎么配都有 这时候玉龙是反倒取得了40比33的7分领先 迫使达身 喊出暂停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三 当然在第一节 达星最多曾经领先到27比18的9分差 但现在反倒陷入7分的落后 当然最大的关键来自于 目前上半场已经传出8次助攻的林伟瀚 虽然个人进账2分 不過在第二节他现在活入了整个团队的攻势 对 那最主要是因为达星在整个第二节的退防 沟通超前不足 不管是外面漏掉 或者是拖车漏掉 就是在这显示 达星到第二节的防守转出了一些问题 好 达星这时候是把老江林冠河放上来 另外还有温丽皇 搭配张家荣实验中以及麦克林 交进去了 麦克林这次右手终于有掌握住了 对 麦克林现在在进去他也很清楚知道还是不要下球 一下球林伟瀚又过来了 这一次的进攻相对交代的很显然 用最短的时间内把球交到麦克林的手上 对 麦克林 很快时间中 进去 给球 哇 要掉 但还好还是被麦克林给救了回来 龙立华 再交回来 今天时间到独角阶段 麦克林面对了独冠梁 转身之后 有机会咯 这两分 BING GIRL 中文导有一条打法 对抗又转身 然后无论地把球给放上去 好 当然这是连续两波 让达兴最后都能够完成进攻 李喜一教练也很小心 喊出了暂停 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不停 都非常谨慎 这个一看苗头不对 甚至是自己的错误 趕快都需要来用暂停来沟通 当然今天这样子两边的进攻都够水准的情况下 其实稍微防守一松陷的情况 就会很容易追回来或者是拉开 这两边教练都非常紧密 而且在兵人区域的电换防守 都做得非常充足 托布森上来 忙忙眼部交出去 吴冠梁 戴金夫的中距离空挡出现 哎呀呀 算了一圈没有 这刚刚到底最后是要传出去 结果没看到传球对上又把球 传了回来 是 当然这个也是游走的裁判的一个司法边缘 哇 三线包夹差点球掉 但又回到打新手上 冠轮要来拆炸弹了 急停 搜球出手 这一次台南下没有 现中抓下金融篮板 放轻了 昏绿航 哇 这次全埔后继 这两名高雄来的小朋友啊 真的是旦性十足 全埔后继把这个球给放进去了 把星追上来了 39比40 我们来看刚 第一波没有 第二波没有 第三波 温丽黄这一波 最后是把这球 在 温丽黄的后面 把他给堵了回去 当然达星也意识到现在 呂真如下去休息的情况下 马上继出一个二三区一点 那的确 盧冠良他们有投来的一个机会 但是并没有把握住 当然达星也趁这个没有把握住的机会 一个快攻啊 温丽黄 收给 你看 放出去给刀身的中距离十拿九稳 但这一次就是不稳的那一次 对 今天的刀身他的空檔会像海一样大 哇 这一次阿肯要穿球的时候 又被刀身剥掉 前面 因为他不急 交给周伯承左手挑战麦克莲成功 原理为他的第九次的助攻啊 当然他在演出本季剧作25分20 巨攻的连场比赛 他也需要跟道森多请他喝杯咖啡 是 因为他在八球线附近的中距离出手 其实是命中的很多 对 还有吕正如今天的一个命中率 哇 连续两次要交球 都被玉龙用抄截来截断 这次出手弹了一下最后弹进 这个状态对于达兴来讲不妙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把球交进去给麦克莲 所以特地在他传球的路线上面都放二波三线都看得到 那现在让达兴他必须要解决的是他目前得分必须要其他人跳出来 而且都不能够只是很灵犀的 主观人绕了进去 要在交球的时候差点跳跳 郭丁虎剩5秒 勉强起来之后 没有什么好的空间 又看又往前大脚一开 胡凯翔跑了上来插板 没有 阿飞最终很聪明 直接往外拨啊 上半场最后3分35秒 目前双方44比39 玉龙领先了5分 郭冠伦 那就林文汉 想要躲在麦克莲后面找机会 最后这个抛头得手 对 因为麦克莲的身体做掩护 做一个PK都继续自己做抛头 哇 卢冠良在这个时候也补上了外围的火力 对 这对玉龙来讲是好事啊 得分的奉献不再只是吕正如 其他人必须要跳出来来分担一些得分的能力 所以上半场玉龙砍进了第5个3分球 目前3分线上是8投5中啊 够水准 今天的玉龙多点开花 林伟汉的9次助攻 功夫可多 李冠伦塞出来之后 让张教练在右边底角出手没进 蓝板温丽黄差点抓下来 准备前面有3打2的机会 由自己交给左边胡凯翔起来之后 A1 哇 这应该会是林伟汉和在上半场的第10个助攻 有机会还在2分40秒的时间内 来挑战自己创下半场的12次助攻 当然现在整个节奏已经不对了 范凯翔教练马上把OJ再给换上来 还有林伟汉这个老将也换上来 因为如果这一波如果没有守住 在上半场结束如果分数落到2位数以上 对达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 进攻章法上面来讲 达兴最近这几波都只能靠老将林冠伦来拆炸弹 主导到已经没有主导 最后都是这样勉强出手 林伟汉往里面走 然后直接上的时候是哨音响起 哇 先是利用OJ的单打 不行转换球到林伟汉直接切入破坏造成玉龙的犯规 吹带是刀绳的身上 这一番 不过应该是右脚膝盖 颈骨这边有顶到一下 林伟汉 嘴上还是抱怨比较多 因为他毕竟摔下来的情绪也不是那么的好 那他也跟裁判讲很多次 在肢体的接触上 他吃了很多闷窺啊 从第一节开始啊 这个 都有持续的 被干 被架拐子 因为他在防守 杠子头 周伯承 所以周伯承的单打的一些技巧 各方面 在加上他身体的壮硕度 不断的跟他顶 林伟汉当然付出很多的一个身体接触的代价 林伟汉两把一中 42比49 但他本季也是打星上重要的一个金融得分别 大星把李翠放上来 李正如又砍三分 在欧正面前出手 但这球没进 如果这球在欧正面前投进的话 李正如可能会对他堵舌头 欧正晃了一下之后 这球又造成李正如的犯规 是 李正如必须要很意识到 欧正没有一个运球能力 不要跟他玩敏捷徒 你就跟着他手举起来就好了 不要让他投篮 但是你手一出去 这个都很容易摧探 你要从欧正面运球手中去把球抄下 是不太可能的 欧龙这时候换人 把郭昭南放上来 让他来纠缠欧正面 李正如 李正如打来 放出去 李正如给郭昭南直接拔起来出手 弹一下没有 但进攻篮板李正如拉回来 林冠伦直接带来一次 这球也偏了 我 王果昭南 好球 恭喜不贝阿 这个接了球直接很果断的往里面走 其实连OJ都没有想到 他这球会这么直接的往里面上 这是一个标准五人快攻啊 先是刀神跑到篮底下去要位 那兩邊的箭頭都已經沉到大腳了 然後4號位置的球員拖車進來 再三分線拿著球 不是可以投籃就是直接切入破壞 那林維范已經11次的助攻啊 而且剛剛郭彰南這個還形成了N1 小仗加一三分拳啊 目前52比42來到了10分差 OJ直接翻身跳投 這個沒有 再塞出來 林冠倫轉身 林維范但倒了 但球也掉了 當然因為刀神在那個位置 林冠倫要切到進去要塞給溫立皇 這個是空間比較狹窄一點 這個球拳到底最後是誰撥出去的 這時候班崎強總教練要來挑戰電視輔助判決 看看最後是球拳的歸屬 再看一次 林冠倫進來之後一個轉身要交球 先碰到了道森的手 但有沒有碰到溫立皇的手 是這個必須要在慢動作多個角度去看 倒森的兩隻手都有碰到球 但最後呂正如跟溫立皇有沒有碰到 最後裁判還是認為溫立皇有碰到 不過就飛行的途徑上面看起來好像還好 但可能指針上面有收到 對有touch到但他並沒有改變球的飛行路線 最後半場的最後一分10秒 雙方10分差 林偉瀚有機會來追平自己的半場12-4的助攻 但這次選擇自己頭外線力道輕 林一輝大腳交出去 前面有OJ沒有 躲過了林偉瀚的超級之後 這球兩分放下 是OJ沒有用他的晶片閃過這一球的超級 左招男來一下放大力了 但波回來 林冠倫 雨季兒 林一輝 哇 呂正如的火鍋 是 不過在這兩波的快攻的情況下 顯示玉龍的退防啊 必須要再多做溝通啊 但是最後被吹了一個犯規 所以 當然自從OJ沒有這樣回到球場上 整個達星的節奏又稍微回穩 男模也三範喔 現在跟OJ是同樣的狀態 是 那現在玉龍又必須把刀繩給換下來 因為換上來 因為接下來是各有一波的攻擊的機會 李正如啊 不甘心了 在拔球的時候持續干擾林一輝啊 這一次出手沒進 籃板 回到玉龍手上 林偉翰 哎 假傳真切 最後自己放 現在林偉翰打S6已經完全完開了啦 是 完全是在玩這個籃球 他並不是在比賽 他在享受比賽 哇 但很可惜 現在這個時間對於林偉翰來講 沒有辦法再來追平自己的半場的駐空紀錄 歐爵面對郭昭南 交出來 最後的5秒 林冠倫出手 3分球 哇 這個連歐爵都對林偉翰 這個英雄喜英雄 是 當然半場打完 這個林冠倫的 準壓哨的3分球 是幫助達星把比數追到了48比54 不過在整個上半場 玉龍還是在克服了第一節的短暫落後之後 現在是反倒取得了優勢 所以傷心之下 他們在今天面對這個陽將一打二的劣勢 他們有找到的可有效的解決方案 當然也是本土球員每個人都開始進攻的情況下 不會只有3點的進攻 所以玉龍今天的上半場 整個進攻的面都打開了 好 我們在半場的部分 為大家訪問到的是 玉龍納智琪的總政 資金教練李希 請教練來談一下 在上半場 這個怎麼樣來破解現在陽將一打二的困境 而且還取得了有效的領先分數 我們就是想辦法 就是讓全部人都跑起來 跑起來打 因為如果做半場進攻的時候 他們的防守 不管他們有策略 或者是他們的高度都比我們高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就是在攻守轉換的時候 一定要成功率高一點 那目前玉龍在上半場進攻的多元化的情況 命中率很高 如果下半場萬一命中率下降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應對方式 我們就是先做好防守 用攻守轉換 就是命中率一定會比我們的半場系統好一點 所以我們就是靠防守來製造我們的攻守轉換 最後來談一下 今天上半場對於麥克蓮接球的路線 其實效果還蠻好的 下半場會不會再嘗試用什麼方法來截斷 他在進去造成的殺傷力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單老外 我們不能放任我們老外一直被攻擊 所以只要麥克蓮想要單打的話 我們一定會做包轉的方式 來讓我們用風線去輪轉 來保持我們倒勝的體能 好 謝謝黎奇蓮教練接受我們的重要訪問 謝謝黎奇蓮 最後的觀眾朋友 稍待片刻的週場報道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就忙著台北立 nowhere 回應放了 我們也去下輔進代表 去 eksy Apollo ция objectives 壓力讓 去從走了 這 Zeus 大概 punish 對啊 天啊 可能明天 祂的 18的6分領先 當然在上半場 雙方在進攻上面都是進入的高效狀態 在第二級 答謝忻當然答的分數是沒有到20分 不過後半段OJ回到場上之後 還是幫助原本差到兩位數的分差 最後縮小了 不過在上半場要請球評選中來談一下 整個在新北的玉龍大師姐 今天只有一名洋將的情況下 還能夠取得領先的關鍵 主要是整個本土拳都跳出來 再加上林偉翰的一個穿針引線 讓整個玉龍的攻勢活絡了起來 當然因為其實今天林偉翰在上半場 現在是傳出了11次的助攻 距離自己本季的半場的12次助攻記錄只差一次 所以現在有他在球隊裡面 對於整個進攻點 他就比較能夠有效的來串起全隊的進攻 當然把握度高也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相對於達欣來講 OJ沒有在上半場的三範比率正如早點 所以也讓達欣在這個階段來講 當時蘇立姐也不在場上 進攻上面只能靠林冠冠來做處理 甚至是勉強的結束 這個狀態在下半場要怎麼來比一個克服 我想達欣的本土球員還是必須要跳出來 一個球隊能贏球大家都很清楚 在這麼多場下來 不管是哪一隊 本土球員絕對是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那羊匠一定有夠水準的發揮 但是如果羊匠超水準發揮 本土球員不發揮的情況下 球賽要贏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看到其實OJ沒有在上半場的部分 特別在第一節 大家帶動起全隊的攻勢 目前上半場他個人是拿下的14分 是全隊最高 另外呢 蘇伊杰在今天跟他在後衛的雙位 啟發的情況下也共下了11分 所以其實現在對於達欣來講 由後衛兩名雙人位來發動組織攻勢 然後讓麥克聯在籃底下有比較好 甚至是金融籃板 這樣的情況的金融狀態是他們最喜歡的 對當然 那另外一點達欣必須要去注意一點 怎麼要去切斷林韋翰的攻速線 也是今天下半場必須要去做的課 如果讓林韋翰不斷的穿針引線 再加上今天育龍的本土球員也好 刀神也好都是高命中率的情況下 這一場球如果沒有切斷 要引真的是蠻難的 當然在今天賽程也聽到 這個派上呂正如跟郭章男人流來看管OJ 但效果現在看起來還可以再加強一點 不過我們來關心一下 現在兩隊在上半場的數據 真的確實在投籃命中率來講 兩隊都是高水準 達欣38頭19中5成的命中率 而玉龍41頭21中只超過5成 所以雙方差不多半徑八兩三分線上 也各自都有外線的活力 至於在籃板球上面來講 擁有麥克聯的達欣 在空優上面是當然比少了桑尼的玉龍來講 占一點點優勢 不過助攻數上面來講 哇真的就是一番兩盾 將近是達欣的兩倍 當然林偉翰一個人包班了11次 而失誤數上面來講 當然達欣這部分要稍微在下半場多做修正 至於在個人的表現部分 OJ沒有半場11分 小四蘇利吉的11分 麥克聯 現在也進場了10分 所以現在對於達欣來講 他們三個得分點夠穩定 下半場要思考 怎麼夠怎麼樣能夠來突圍 甚至是再把劣勢搬回來 在這邊請收看觀眾朋友 稍待片刻 稍後中場的報導馬上回來 多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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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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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